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 一想到要带小朋友出门用餐 就会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呢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现在目前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亲子餐厅 上次在淡水区就有一间著名的亲子餐厅 除了提供儿童专用游戏区 另外还有各式美味的餐点 最重要的是服务人员的亲切态度 不仅帮忙看顾小孩 还会考量到孩子餐点的需求和营养 使得不少的爸爸妈妈们都觉得 来到亲子餐厅吃饭既方便又安心 要带小朋友出外用餐 是许多爸爸妈妈最头痛的事情 也因此现在亲子餐厅正当道 因为既可以吃饭 又能提供小朋友玩耍的空间 在淡水就有一间人气超高的亲子餐厅 在非假日的这一天 就有妈妈们相约聚餐 来了一场冰雪奇缘趴 在餐厅内有一处小朋友专属的游戏空间 而服务人员的亲切态度 让妈妈们放心的可以用餐聊天 在监缝时期都会有服务人员在里面 帮忙照顾小孩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来的时候是 我们要吃饭 然后我小孩子一放下来 我点好餐 他们就有服务人员说 那还是妈妈你要先用餐 他就把小孩子带走 就帮我照顾 我就觉得我来这边不是小孩子玩得开心 我也可以很放心的吃饭 除了小朋友可以开心玩乐 餐厅提供的餐点也不马虎 像是这个蘑菇酱鸡肉炖饭 重要的酱汁是每天新鲜采买食材现打而成 另外还有这淡水著名的猪排套餐 外酥内软肉汁鲜甜 完全承接正统日本猪排料理的做法 而小朋友的儿童餐 则贴心地考量到小朋友的喜好和家长们的顾虑 一个餐点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吃饱 而且我觉得他很用心 像儿童餐或是他知道我们有小孩子要吃 他的餐点都会 就是不会说一吃下去很烫这样子 儿童餐的东西 我之前没吃来 就是一上桌小孩子很急 就一吃就立刻就可以吃得到好吃的东西 薯条啊鸡块去大家组合 然后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会比较担心小朋友的口味 不喜欢他们吃太重 我们的面的话 主要的话他调味有把它降减少一点 所以说爸爸妈妈比较不会担心 对 然后他这边配的奶到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每天去煮的 所以爸爸妈妈基本上比较放心 来用餐的妈妈们说 现在家庭大多只生一个 所以来到这里除了有好吃的餐点 小朋友也能够互相认识玩在一块 不仅孩子开心 爸爸妈妈们也放心 也因此这样的亲子餐厅大受欢迎 记者杨邦友赵方琦 新北市采访报道 华 次 下 余 判断 叛 下 贵